嚴格來說就今年從年初的那個兒虐案 然後一直這樣一路下來 就剛好有這麼多的跟兒少相關的社會新聞 其實都讓我非常的痛苦 那時候其實我痛苦到好一陣子沒有辦法睡覺 因為真的太傷心了 因為我也是一個媽媽 你好像講到有點太哽咽了 對啊 我覺得到一地步我沒有辦法 我甚至沒有辦法只是憤怒 因為太複雜了 然後就很多人會說強力譴責啊什麼什麼 當然很多人會說好 關於相關的主管單位或是機關可以去做什麼 但是到底能做什麼 其實我真的知道的不夠多 所以我不知道能怎麼樣 那如果可以幫助到這個族群 這些孩子們的話 當然我很樂意 身為社會敌份子或者是旁觀者 我覺得我跟大家一起正在享受這樣子的創傷 或是這樣子的疼痛